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照地理风水的学识 古来祖师所传下来的法 要有验证 要有实地上的勘察 而且要有长久的磨练 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风水师 所以观地 寻龙 绝胎穴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连僧婆婆提到一则 曾经做过的风水 祖先因为得到了地灵 因此庇佑后代子孙的实力 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 连生活佛宝贵的开示 你洋宅 看看还无所谓 洋宅 大部分你洋宅 你给人家看了 哎呀 这个风景好 看出去很优美 环境好 很平静 很平静 看起来很舒畅 房间每一个隔间都非常好 你心里很欢喜 产生欢喜心 这个都还不差 还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是你阴仔一胀下去 你胀得不好 那睡在里面的人不舒服 谁给我做的 我就找谁 你谁给我做的 我就找谁 你今天每一个上师法师 去给人家看洪水 好 你给人家做阴仔 他睡得不舒服 他一定找你的 这一次你欠他 找不到你 下一次还是要找你 洪水不是可以乱七八糟的 不能凭你的这个一点的一知半解 就给人家去做 不可以的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再来呢 他这边有谈到这个填土 刺出石等 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 挖开以后 把这些石头啊 朽木啊 这些东西都清除了以后呢 用原来的土再填回去 如果不够的话 要用剩下的土填 而且土里面还要撒香水 撒香水 把那个整个挖掉的地方 再把它填满 这个就也就是净土的意思了 把那个清净这个土 这是若不出彼鉴 当生诸过师 这个又淫由散除地溅 环老既尽除 一关满身所结之地 而做事说故 这里面你挖土 破土 动土 对了 跟错了 都有很大的过势的 师征也有时候 给人家做洪水 做得很好的 那个因人来感谢 因人来感谢 阿姨 大家知道这个我本身是通灵 今天给人家敬了精 很好 今晚睡明的时候 那个因人就排列在床头 给你 那个感谢 每个都来给你感谢 给你 给你跪拜 给你感谢 这个心理上非常的好 很平安 你给人家洪水做得好 人家会发达 这个洪水一做得好 这个财呀 他会忘记 这个也会甜丁 这个男孩子 本来不生男孩子 通通都生男孩子 还有身体不健康的 也都都很健康 那个气色 那个气色很好的 气色很好的 我有一次给人家这个 挖开这个 挖开这个 开这个蟹 是从山上 在雾峰的地方 有一个山 那个山有一条龙 下降 到了那里 结了一个血 很好的 那个一挖开 一看 哇 那个头骨 全部都呈红色的 很红很红 因为他里面的人 叫我 他说要把他的父亲签账 签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那个 他胀的地方啊 是在一个这个 一个胎的地方 东西一拿出来啊 就是这个人打出来 那个头啊 整个都是红的 很漂亮的颜色 花亮 花红 花光的 前身的骨头 非常的美 我说 还是要原地胀下去 那底下的那些子孙 他们讲说 不要原地胀 一定要签别的地方 我说这里是一个胎械 你听我的话 原地胀的话 必然因后代子孙的 他说他已经 已经胀下去啊 已经差不多四十年 都没有什么呢 他说这个气 我跟他算的结果 是气才到 应该会发的 你签账可惜 尤其拿出来的东西 非常的美 这个时候啊 他们也听我的话 就把原来的 这个好像是说 这个筋啊 我们Q筋啊 这个筋啊 就是人的骨头 在原地 在埋葬下去 当天晚上 那个阴人就来找我 他以前是当这个 当那个地方的里长 里定 他来找我 他还感谢我 他说 没有把我牵走 他说牵走啊 后代子孙就完了 他说不牵走的话 这个东西一下去 马上应验了 现在呢 他的子女 他的子 你都当了官 目前都当官 财印非常的旺 工厂土地 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是说 我们看洪水的人 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 而且明明知道 这个地是非常好的 有来龙 有胎 为什么不花 因为气数还没有到 一把这个整个人 一抬出来一看 非常好的 应该气数到的 还是原地给他 把那个 藏地还是在原地 放下去 一放下去 马上就花 而且他的这个 那个里长 当初他这个 这个埋葬那个人 是坐到里长而已 现在呢 他们坐到什么长 很高的官 很高的官 做到部长 所以现在 你要后代子孙 做到部长 他以前做到里长 所以那个里长 哇来感谢 他说没有帮他签账 一签账就完了 所以记得 洪水女假如是不会看 千万不要牵强 洋宅还马马虎虎 殷仔 千万不要看 因为你只要看 你看对 是你硬去 看不对 害人害子 你自己得鬼神病 你害的人家那个父母 子女妻妻 几代通通遭殃 所以这个岛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但是呢 洪水啊 的确是太多的 江湖 江湖是不是 要看看呢 有几点要注意的 一定要有来龙 要绝在胎 要截到这个胎虚 一定要这个样子 这两个要点 你一定要把握 你截到头也不行 截到背也不行 截到尾也不行 你知道的 这个 金心龙是圆形的 佛心龙是三角形的 木心龙是长方形的 土心龙是四方形 水心龙是左七线的 佛心龙千万不能葬 因为它根本不结胎 只有佛心龙连针不能葬 因为它根本不结胎的 其他虽然有结胎 你要看看这个胎位 你要真正能点出它的胎位 这个当中是一个很大的邪问 差错不得的 要分金木随佛土 五种龙你都要分辨出来 哪一种龙会结胎 哪一种龙不会结胎 应该在哪里结胎 你千万不要去挖到它的头 它的背也不要挖到它的尾 挖到脚或者怎么样子 还小事 挖到背自己就完蛋了 挖到它的头 通通通完蛋了 所以挖一定是挖到它的腹 然后土要清除干净 一切按照这样子做 按照地理洪水的邪式 古来祖师所传下来的法 要有正硬 要有实地上的勘察 要有长久的磨练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阿玛的宝贝米亢 阿玛的宝贝米亢 在地法品中 由官地 再决地 再进入到禁地 藏人禁地的方法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聆听 连生活佛的开始 密中道次第广论 了之道要成事 为先修地法品 第五之二 我们今天谈 卯二 由物昼定 三法静地 卯三 由无上清静静地 这个是地 这个是地华品 由官地 看这个地 在节地 现在进到这个禁地 也就是清静这一片土地 那它这里面有几种方法 都是属于禁地的方法 我们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 这个地不清静 那么我们大杯作水 用撒净的方法 来做这个撒净 撒净的方法 是一般性 都用的 那么 防复的方法呢 我们就用这个 像金刚诀 金刚佛 金刚网 金刚墙 那么去做这个防复 那么静地 它有静地的方法 它这个按照藏人的这个习俗 它是用一切夜咒 加持戒指水飞 那么来 散撒彼地 用戒指水飞 来散撒这个土地的 还有呢 用一切夜咒 加持牛生五物 东起 建土 互洒 香水 这是藏人的方法 那以前呢 我很不明白 这个 他们藏人的做法 很奇怪 他每一次啊 他这个挖土 把这个土挖了 挖了以后呢 用牛的这个大便 啊 用牛的大便 这个涂在这个残层的底下 或者用牛 牛粪呢 来竹坛层 他们以为这个牛的大便 是最清净 这一点是非常奇怪 我们啊 当然来讲起来 我们这个 像现在我们谁用这个牛大便 来这个竹坛呢 根本是不用牛大便 所谓牛生五物啊 是牛啊 生上啊 出来的东西 好像牛奶啊 牛奶也是牛生出来的东西 牛奶还不错啦 我觉得牛奶还可以啊 蛮香的 蛮好的 牛的大便呢 就 就好像那个了 我们现在不用这个牛的大便了 这是他们藏人的这个习俗 东起建图 就是由东方 东面开始啊 那个渐渐的把它涂 把它涂满 互撒香水 撒香水是可以的 他经常用牛粪呢 再加上香水 这样子涂 就表示这个清净的意思 他这个送 吼不抗 这个抗字是代表着这个 这个抗 我们念咒语 经常三字咒 里面就有了 南 南 南 阳 扒香 南 阳 扒香 这个就是三字咒 那么念 奥 不抗 然后响为 西空 如圣乐观天平 所修为空性 就是代表着这个整个都是 虚空 那么虚空就是清净 然后再念 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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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想地成金刚自信 这个他是他的本身的做法 又撒净 又用图净 又用念咒清净 他这里面还加持 加持这个地 用触地印 触地印 然后按这个地 然后你念完这个咒 再触地 就想地成为金刚体性 他这个咒语是怎么念的呢 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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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一个比较长的咒语 是加持 用触地印来加持这个地的 鸿 鸿 鸿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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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可以觀想地的金剛體性怎麼觀想呢 你可以觀想十日金剛處交叉 就是金剛處雙個兩個十日交叉的金剛處 在整個大地上 當你處地的時候這樣子觀想 就認為這個是金剛體性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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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陣子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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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放在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台北中观堂的市连月金刚上市 来到节目当中 上市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连月上市跟我们开示分享到 谈到就是说 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 也就是所谓的十项中英这个阶段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亲人为往生者献上祝福的时刻 而最好的祝福呢 其实就是为他诵经 为他念咒 请这个佛菩萨能够放光加持接引 所以最棒最棒就是为他持咒念经 那请教上市 除了为他持诵念经之外呢 还有什么很重要的形式 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 是的 当我们为往生的亲人 所做的一切的法事当中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要帮他安一个灵位 那么现代人呢 由于居家的关系 通常都会忽略了安灵位的重要 或者是说把灵位就安在殡仪馆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安灵位的一个观念里面呢 我是认为比较不妥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阴身的阶段 它是一个意念非常漂泊的阶段 如果我们没有为这个 往生者来安灵位的话 那么他的意念呢 就会到处漂泊 无所依附 所以呢 我们帮他安了一个灵位 然后呢 有了一个令牌 那么这实质的这个物质呢 就成为他中阴身可以依附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么这个灵位到底安在哪里比较好呢 一般我们都是安在殡仪馆 或者是根本不安灵位 这个对于中阴身的救度 他就比较不是那么的理想了 因为当我们把这个灵位安在殡仪馆 这么吵杂的地方 你想想看呢 这个往生者 他的灵室会得到安宁吗 很难得到安宁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能够把这个灵位安在家里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呢 灵位安在家里 毕竟这个空间是他很熟悉的空间 所以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他会得到很好的安稳 但是呢如果能够把灵位安在这个道场 安在寺庙 那更是好了 因为寺庙每天每天在诵经 所以这个每天诵经的这个力量呢 跟这个磁场呢 对于这个中阴身呢 他有很大的加持的力量 让他能够在这个珍贵的时间里面得到救度 所以安灵位 我认为是我们为往生的亲人所要做的 第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再来我们安了灵位 一般的民俗是安了灵位 我就早晚就是共饭啦 共饮食啦 这个在人伦来讲呢 是一个孝道 但是对于这个灵性的提升呢 没有太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只是做着人伦当中所做的事情 那么对于这个中阴身的灵性 他会执着在这个人伦里面 所以要让他得到很好境界的提升呢 也是有限的 那除了我们对他进人伦的孝道之外 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意念他 观想他 并且带他跟我们一起来念佛 那么到底我们要如何来带领他 跟我们一起来念佛呢 那么在下周的节目当中 我再仔细的跟大家来分享 这非常的重要 感恩是连乐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乐金刚上师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组谈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